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多的头衔 还和他的一项研究有很大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呢 目光聚焦爱尔兰 有个误区他们认为冷冻食品质量不好 没有比新鲜食品好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冷冻食品不好 那是基因冷冻技术不过关 冷冻技术如果过关的话 在原材料可以保证的情况下 冷冻食品的质量比新鲜食品还好 说话的这位先生名叫孙大文 是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 食品与生物系统工程的终身教授 他可谓是食品工程方面 在世界范围内最权威的学术专家之一 先后获得过爱尔兰皇家科学院 欧洲科学院波兰科学院等六个科学院授予的院士头衔 目前他的研究团队主攻的科研方向是冷冻 冷链热加工等等 而在他的研究实验室里 孙大文以冷冻立枝为例 为我们展示了目前国际上一种最为前沿的新型冷冻技术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超高压辅助冷冻就是这样就说 我们通过加压力加到大概200个兆帕到300个兆帕左右 因为水在高压底下它是不结晶的 它还是液体状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能够让这个荔枝里头在细胞里面 跟细胞外面同时形成很细微 精英分布的冰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它直垢就不会受到破坏 孙大文介绍说 用这种方法冷冻的荔枝 即便是过去了两三年的时间 无论是颜色还是口感 依然和刚刚采摘的时候差不多 更重要的是解冻时汁液基本不会流失 虽然因为一些技术和设备因素的限制 目前这种技术在中国国内 还未能实际应用到民用领域当中 但是前景非常的广阔 冷冻冷链技术并不是孙大文 唯一的研究成果和研究领域 早在1997年 他就首次把计算机视觉系统 用于比萨生产线检测 改变了食品生产线 人工检测的生产流程 这样的技术革命曾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而除此之外 他还曾经将真空超快速冷却技术 应用到了熟肉制品当中 将它的冷却时间从15个小时 缩短到了一个半小时 这些开创性成果都奠定了 他在行业内的领军地位 而由于成果突出 孙大文获得了来自欧盟爱尔兰政府的经费支持 成立了爱尔兰食品冷冻以及计算计划 食品技术研究所 承担了许多重点科研项目 孙大文出生在广东潮州 一户乡村教师的家庭 在华南理工大学求学期间 他先后攻读了机械工程和化学工程专业 30年前 那时已经博士毕业成为大学老师的他 依然选择了来欧洲深造 先后辗转在德国 英国多所大学任职和学习 但是那几年的工作经历 对于孙大文来说异常艰辛 他不仅要一点点功课语言上的难关去教课 还要不断地学习和适应不同的专业领域 那个时候他参与的研究项目 包括了塑料加工 氢能存储 古物干燥等 而这些研究似乎都与孙大文 现在的研究方向相去甚远 那个年代我们这些人在国外又生存 实际上难度是非常大的 签证是按照你工作许可里面 多长时间给你的签证 然后你这个合同一结束 你这个签证就没有了 那么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换了很多不同的专业 就是看到什么工作我可以去做的 我一申请 一申请 人家接受我了 那么我就去做哪个方面的专业 直到1995年 孙大文受聘于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 并且成为了讲师 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而后来他也成为了第一位 在爱尔兰拿到教授教职的中国人 不过孙大文却认为 这些跨学科研究和工作的经历 虽然辛苦 但却成为了他的宝贵财富 也为日后他在食品加工 食品冷冻冷藏 食品保鲜技术等方面 取得众多前因成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几年孙大文经常会回到中国 进行研究和教训 他在华南理工大学 创办了现代食品工程研究中心 不仅为中国的食品工程研究 做出了贡献 同时也培养了大批的研究型人才 我也一直在跟年轻人 在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科研这些东西 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科研就是有不断的探索 不断的实验 而且更关键的就是必须耐得住 寂寞能够有这个任性 能够做下去 以上就是今天华人世界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